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民调显示共和党将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但民主党将在周二的选举中逆风翻盘 有预测显示共和党将控制美国众议院也许还有参议院 这将使他们有权在未来两年内阻止拜登的立法议程 然而拜登表示他认为民主党这次可能会逆势而上 拜登的竞选活动将于周六与前总统奥巴马在费城联合亮相 美国选民对高通胀的担忧打击了民主党的选举希望 而拜登的公众支持率一年多来一直低于50% 拜登日前还警告说 民主党人所说的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人将对美国民主构成危险 普通的国民主党的交代表